各位,上次说到高士奇辅助寒楼市去抢心泡 他先就在周元矮的家里烧着墨桿堆 等周家的人挂在救火的时候 将预先订好的十顶小矫一齐涌入周家 将怀仁的新娘子彩兽的上矫抬走了 这十顶轻便小矫一出大门就分开两路 一路向南走一路向西走 照着寒楼市精心安排的路线急急移走 就得高士奇坐的那颗矫 在重重镇那里兜了个圈 就回到寒楼市家 再换了一班日头从省里面请来的矫夫 打行灯笼就顺着大道向北慢慢走 这次抢了前后不用一煮香那么久 一切目的已经全部达到了 那些矫夫个个都年轻力壮 吃饱饭就拿足钱 故此走得又快又稳 他们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 愈分就愈散愈差就愈远 被调虎离山计搞到猛杀的周园外 原来就以为是土匪飙心 回到家才搞成是这样回事 激到生虾那样跳 在丸子里打骂那些家人 布置追尋了 一路吵到天罡大白 才截了一顶轿回来 其他那九顶轿就像飞天顿地那样 没了蹤影 唉 那总才截了一顶轿回来 奏完我便气急败话 吩咐 带进来 他以前是做过一任志愿的 说话多少都还带到官腔的 在他身边坐的是他的夫人 奏了一件大棉纳 面色又青又白 眼光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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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 声不出 那人绞落地了 高士奇一彎腰出来 一看这个阵仗 他就乱惹了一下 一口大气看着周元外就说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以前听说山东的楼铁城 经常来这些大骚扰的 我还以为是响马 嘿 几乎被你们吓死了 做什么 你劫我这顶轿做什么 周元外将高士奇上下打亮了一番 看到我高士奇穿得斯斯文文 就举止打扮的 你 你是谁啊 高士奇一升起个鼻 哈 奇怪了 我不问你 你反而问我是谁 我现在连什么回事都不知道 就被你们抬到来躲住了 我刚刚想问一下你是什么 周元外就面色苍白 知他咬着牙就冷笑一声 打亮着一头无水的高士奇 哼哼 你这个举人 是不是火同劫匪 夜入文宅 搶劫文女呢 公明头奴 你什么都不要了 是不是 哈 连我是谁 你都不知道 就敢再装 周元外 那时候拿手指下那顶轿就问 我问你 这顶轿是从哪里来的 高士奇看了那顶轿 是用红尖套着的轿身 黑油漆的木架就配着米黄色的轿杠 普普通通的一顶暖矫 于是就拍行心口说 啊 我说这位老先生 你现在是审策了 只是文化 大爷我懒得告诉你 哼 你敢租着我吗 难道公车入京的举人 连这样的轿都不坐得吗 哈 这么一说 周元外就头壳赤了 听声器 他是举子来 就不是当地人 那些轿夫呢 全部都是寒丹城的 万一捉错了一个会议士的举人 这些手末就长了 周元外想想就无可奈何 两只脚一软就坐在椅上 整只谷气禽渠那样 看着高士奇就不出声 高士奇在心里就偷笑了 他其实早就看出这个古板的周元外 是个心粗气浮的人 于是他就口气很硬地说了 孝夫 我们继续北上 起轿回到寒丹城 看看谁敢拦我 说完 纳尾扑脚就要上轿 接着纳尾扑脚就要上轿 接着纳尾扑脚就冷笑着说了 哼哼 这位老爷 精精精的你就会做些 陪我一起走 不要等着官票来提你啊 哼 周元外就立刻腾鸡了 一下扯着高士奇先 所以先 sens flu 不会右下 collagen ástico Believe 我的下 hen有憋 还以为招街里面坐的是小女 凌凌先生你受害怕 我理解你小女คะ大女 我现在 retard 我现在要离开 这种事不可以算数 凌爱被土匪抢走了 那你都不可以攔路行劫的嘛 高士奇一致說,就一致要上招了 周元岳的夫人,就很明是理 見高士奇這樣,就連忙起來打了個誘 那些路財無端端攔位了先生 老婆子就先替你告罪 你請坐,上茶 高士奇看到對方先遠了,就順著台階落 嘿嘿,我堂堂一個舉人 比你們今晚這樣搞,就很沒面子的嘛 下一句話就提醒了周元岳 那仲家覺得不可以放走這個書生 事關自己是個有身份的人 那女兒被人家搶走了 萬一這件事張揚出去,那怎麼辦呢? 就連忙陪著笑說,嘿嘿,哎呀 先頭路路急蹤無禮,先生萬物見怪啊 他一邊養助,一邊又問啊 嘿嘿,請問先生高姓大名啊 但是高士奇就不騷擾他啊 在下姓高,名士奇,須無百萬家財,之品高行傑 逐無犯法之難,家無再婚之旅 怎樣啊?還要自我搶劫罪嗎? 哎呀,不敢,不敢 嘿嘿嘿,請示學生多嘴 對呀,為什麼另外會無端端給人 周元我一聽,臉咬一聲紅了 長嘆一聲就沒有說話 周夫人起身進去房間 拿了一包東西出來放在桌面 攤開在高士奇的面前 原來去頭包著一息十個銀餅 就足足兩百兩文銀 咦? 咦?不知道幫到韓劉士 還作了一大筆 高士奇當然是開心 臉上就不露聲色地問 請問夫人 這是什麼意思啊? 高先生不要見怪 一點小意思而已 一來,先生受了害怕 拿去買些東西補身 二來呢 我看先生很有才氣 就想請先生幫我一個忙而已 高士奇心水清啊 所謂幫 就是想封住自己的口 不讓說這件事出去而已 他就想了 就以夫人這些見識 比對面那個一尾懂得吹鬚六眼的老太太 就聰明得多了 想到這樣 他就滴下那包銀 又推開一二扁 笑笑口就說了 老太太,你放心吧 我怎麼會破壞人家的名聲呢 嘿嘿嘿,這些銀兩 我怎麼好意思啊 對了 你不是說要和我商論什麼事 周夫人見到高士奇 半推半就收了那些銀子 這樣才放下心 嘆了氣就說了 唉 說起真是折墮了 我那個陀帥家的三女 上年去看廟會 就不知道怎麼搞 跟韓家的那個年輕人好了 原始我們不知道 後來見那個臭女 身一腦腦粗 就逼著問她 她才說出來 唉,老頭子起先 叫她去死了 你想想,那怎麼可以呢 她有了身幾 一死就是兩條命 那如果叫那個臭女生的 未嫁就生兒子 老頭子一定會被她激死了 打胎嗎 又遲過頭了 搞不好就一樣出人命的 所以就想盡快嫁她出去 高士奇看透了周元矮的心理 她又想盡快找回那個女兒 之後怕這件事傳出去丟架 那當周夫人說到那個女兒和韓春相好 已經有了七百個月生幾 想盡快嫁她出去的時候 高士奇覺得火候到了 事先想好的話也應該說 就微微嘴笑一下 原來夫人啊 請署小生直言 你們把一個懷孕的女兒嫁出去 這樣也不是辦法的 你們想想 那個女兒一進淫家門 就生兒子 婆家不會怪罪嗎 你女兒這輩子怎麼捱啊 哦 那倒是 那照高先生之見 應該怎麼辦呢 高士奇就想了一會兒 嗯 這樣吧 反正你們都發現過女兒的身子 是一天一天這麼粗 不如假氣真做了 找回那個女兒回來 讓我和韓公子成婚吧 這樣又成全了他們 又保住了明星 不過現在 是咯 是咯 我也是這樣想的 哎呀 這個死老頭子 多大都不答應 說人家韓家是外鄉人 不知道人家底細 好吧 現在韓公子得到重病了 唉 那個臭女兒又不見了 就算想再嫁給韓公子 都不行了 高士奇就打斷周夫人的說話了 夫人 你不要急著 計我說呢 你整件事本來就很QK 我未曾見過韓公子 但聽說韓公子和你的女兒 就相好一年多了 你女兒懷了人 怎麼知道韓公子得的 是不是相思病 昨晚你的女兒被人家劫走了 又怎麼知道是不是韓家 為兒子衝起所為呢 如果圓外和夫人信一個小生的 那我就幫你們去韓家一次 如果被我估中了 那就是一件大喜事 不過事成之後 你們記得多謝我才行 哈哈哈哈 那件事搞到這樣的地步 周圓外又再鼓板再鼓執 都懂得頭頭 哈哈哈哈 高先生啊 你肯出頭為老柳排休解難 我感激不盡啊 照高先生這樣說 當然好 我小女兒有了龜叔 保住我一家的明星 只不過 小女彩獸已經和王家訂了親 如果王家又來要人 那怎麼算好啊 哈哈哈哈 周老先生 你用什麼憂那麼多呢 昨晚你的女兒被人搶走了 這個消息能夠蓋得住嗎 王家知道了 恐怕退親也退不及了 哈哈哈哈 高士奇的一番說話 說到周圓外夫婦就微開眼笑 趕快叫下人置辦酒席 熱情款待高士奇 高士奇吃回酒粥飯飽 這樣才打繳回韓府 後面的事就擺明了 不用我多說 韓春和心上人住在一起 病又好 人又精神翻了 周圓外呢 雖然那一條戲就不相信了 生米煮成熟飯 有什麼法治呢 一場要生要死的大家變 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好了 到了康熙十八年 二月龍台頭這一日 黃梁夢珍大放捨火 周圍幾十里的善男信女 都趕來這裡湊熱鬧 那麼所謂社火呢 就是舊時候 那些節日到各種遊藝雜氣 那樣 高士奇呢 這一日 他又穿著一件青色的長衫 武藍到腰帶 骯髒髒的頭髮就疏成牆邊 一直弄到腰骨 笑笑灑灑 飄飄日日地在人堆裡頭 就捐來捐去 看了一會兒木偶戲 又看人家賣藥 就覺得百無聊賴 於是就來到仙夢堂的後邊 一邊走走逛 一邊就想著心事了 我馬上就要進京趕一下 到了北京之後 這步棋應該怎麼走好呢 唉 都挺難的 如果是以真本事 以文章的好壞來考 我就不用去求人了 無奈明珠 索額圖這些當道的大老爺 正一是棺材裡頭伸手 死要錢的 雖然這一魂 周元矮和韓流氏 就給了一千兩銀我 看來都怕未夠塞那些大老爺的牙縫 即使是僥倖給我考仲 那些小小錢 最多是打點資源 抬著手還有一個院成 還不夠我行衣賣字畫 那麼瀟灑 想到這樣 高士奇就令頭苦笑一下 見到一池春水在風中蕩漾 隔岸恨花此雪 流氏如雨 真是異月景致搖人心飛 正想構思佳句 因為見到走廊的石碑粉牆 有很多提斯 他就一邊走一邊看 走到北邊邊的盡頭 咦? 見到兩首詩寫在牆上高 下面的落款是前堂陳王 墨汁淋漓 一筆極有風骨的顏體字 瀟灑流暢 高士奇側頭 就仔細品評施中的含意 忽然間聽見身後邊有人叫了一聲 高崗千 好久沒見了 高士奇就回頭看看 見到接下來的人 二十六七歲左右 生得黑黑瘦瘦 雙眼就竟然有神 還有一件屯花青醜長袍 高士奇就遲了一下 哦 哦 你是 你是陳天一啊 嘩 你殺到這麼黑 哦 哦 是 我記起了 陳王才是你的本名 哈哈 到現在我才記起 怎麼啊 又被令兄迫著進京 考取功名啊 對面叫做陳王的那個人 小少就說了 嘿嘿 不是不是 我大哥現在都想化了 看來我的八字呢 是五行缺水 一輩子都離不開江河的了 立德立功都不行 就只有立言呢 我已經考察完了南北運河 想再過幾天 從梁子關入山東 到河曲鎮 沿著黃河南下 我寫的那本 何況術要 裏頭還差一些東西 比如 想要治理到黃河的水變清 怎樣探本球員呢 嘿 一說到治河 這個黑黑瘦瘦的陳王呢 就微飛色舞 滔滔不絕的 哈哈哈哈 嘿 總之出仗入相 是你高興這樣人物的事啊 我呢 就最多配了一隻水老鼠的 而已 高士奇笑眉眉一路聽著 他說 大雨治水就功在千秋 我豈敢看小梨啊 看樣 你要生當河伯 死為水神啊 我和你大哥哥說 借讀過你寫的何況術要 影真是濟民治國的好書 治水我就一橋不通 但是言人所未言 法人所未見 精闢之見 實在是令人嘆為觀止啊 陳王仔細打亮一眼高士奇 哎呀 哇 我真是不敢認你了 哇 你這個落爛書生 現在變得這麼有派頭的 難道你發了橫彩 高士奇這樣才笑著 將在寒流氏家裡幫人醫病的事說了 不過就迴避了周家搶親那一節 講完就看著陳王問了 是啊 什麼你寫在牆上高那兩首詩 顯得憤憤不平呢 其實 現在你書又寫成 還了心願的啦 發什麼勞騷啊 陳王就苦笑下話了 唉 老實講給你高兄知 我盆穿易盡 路程尚遠 你說我閉藝不閉藝啊 嘻 那有什麼難呢 包在我身上 河包沒錢就不敢走啊 哈 那些公子哥兒的脾氣真是沒收啊 怎麼學得我高某啊 周身沒蚊 不就一樣從浙江走到離離 走走走走走 跟我去韓家 等我們騰鞏空房出來 讓你休息幾天 順便將考察的文章 理順一點 養足精神 我向北走 你向西走 我們各做各的好不好 好 那麼陳王就一邊跟著高士奇走 一邊笑著說 老兄的性情一點都沒有改 有錢就像大花灑一樣 灑完了 再去尊營 如果被你做了宰相 天下不就亂了大龍 就在這時候 高士奇看到一個黑衣女 那些黑衣女 骯髒骯髒 臭烘烘的跟著尾 嗯 啪啪啪 走開 走開 但是陳王就摁了十幾個銅錢出來 遞了過去 他們兩個人目光一對望的時候 咦 陳王就有點惡然了 這個呂黑衣究竟是什麼人來呢 欺負大有來頭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分解 分解